就是 完美觀頭期 預購品一開頭就是跑車 從天而降 用空投的方式 直接往地面垂降 刺激緊張光看預購 就讓粉絲迫不及待 台灣更是領先美國提前兩天上映 這場的話沒有 是有霸聽的嗎 霸聽的話有一點最新的 明明就是平日 店院門口人潮滿滿滿的 全都是衝著完美觀頭而來 加上這部電影是保羅沃克最後一作 一號首映當天 提早到排隊的民眾 卻只買到晚上十二點 隱民們還是甘之如疑 我看到是現在十二點多了 晚上十二點 對 晚上十二點多 晚上估計人會多一點 就很好看啦 所以想說 第一天就趕快先來看 完美觀頭期選在愚人街這天上映 光在大台北地區今天 就有七百八十多場 打破變形金剛系列紀錄 正逢週末七名連假 片商看好這部片能在台灣 發燒效應其實已經至少 超過十億台幣 比變形金剛4上映場次還要多 更創向大台北場次新高紀錄 變形金剛結合車 機器人 友情和愛情 可以說是男女老兆都喜歡的電影 光在去年上映首週 就累積八千五百多萬的台幣 這次完美觀頭系列 打破先前放映場次的紀錄 能否打破變形金剛首週票房 就看觀眾賣不買單 記得順便陪著我目的台幣 採網報導